也比较高 但其实说真的 这个竞速三杀 我们看上去 可能就会兴奋一阵 对 但是其实对于选手们来说 这个意义非凡 不过确实还是 航天城 还是航天城 特洛伊环城 还是特洛伊环城 这张图的话 在昨天也是 在RV当中选出来 当做自己的王国 对 但是千寻宠的线 昨天逆星 前期表现有点炸裂 但是后面又炸回来了 对 主要是前面平平 那后面的突然 失误太多了 对 复位啊 包括说路线上面有点歪 对 但是分也不低 那后面太快了呀 哦 赤城按在个班位上 对 邱明山 星天鹅宝 鹅宝的话也是昨天 WDGM这边选择到的一张手 龙金虎 还是班了 看来不想要那些意外 看来昨天不是绝活 而是杂技 是砸自己的脚的那种杂技吗 演砸了那个砸 昨天的星天鹅宝 是WDGM和KZ是 KZ选的 KZ选的 对 然后WDGM打得特别好 对 逆行出去28 然后SOLO 29 那个谁 千旬慢了一点 但是千旬是跟阿诺有对抗的 是的 逆行那个出去一稳到底28 对 而且这张图如果是被对方选出来 你还能够跟一个这么好的成绩的话 说明根本就是完全没有输于训练的 对 然后阿茅29.0吗 我们还说呢 就这张星天鹅宝选的有道理 是29 但对方28就没办法 来了 西湖 但是右边两个人全是12啊 左边还是13和14 没办法 谁让他拿到了首图选择权呢 看嘛 首图两分以内都可以接受 看嘛 确实 因为这张图确实有点难度 从第一赛季到这个赛季 先看起步 起步凌晨还是比较可以拉出来 但是越上的话 这边怎么落后0.6啊直接 越上的起步这已经是常态了 他起步真看不懂 而且现在逆行已经分析了 反超凌晨来到临跑位置 哦 这个反超有点快哦 是 现在已经WDGM双临跑了 是 跟住啊 这张图主要展现在第二圈 第一圈没有对抗的话 其实是无所谓的 现在四个人的话 感觉有点拉开这个距离 凌晨这个点别着急就好 就先跟着 因为凌晨他的个人 极限性还是可以的 现在稳定性也上来了 昨天这个打得真的非常好 而且相对对他来说 他没有什么压力 因为没有太多的干扰 第一圈四位选手 通过时间都不慢啊 但是越上这一个点落后的 帮跑卡在一秒 其实这里压车压的比较保守了 这里给越上让了一下位置 自己路线也歪了 没必要啊 点飘过来之后 1.2秒凌晨 这个距离还是有点远 对 WGM前面双临跑就很稳 是 这双临跑 完全没有对抗 就舒服着来 那已经来到了 第二圈后半段了 小票没分 对 但是跟一个十分 肯定是不同问题的 是 二临晨的话 仍然是在跳秒之外的 最后那些一个小水 可以出现了 是个十二啊 十二点五六 这局是两分 可以接受吧 对 昨天千群这张图出去 十二点七还十二点八 对 这个确实问题 两分 可以接受 对 毕竟这张西湖 从这个极限成绩来看 确实是有一点差距 对的 从开局起步 包括说进入到第二圈之后 确实有一些问题 嗯 而对于凌晨来说的话 其实至少从第一张图来看 起步是它的优势 但是自己跑跑的 就可能会下来 而且有的时候 觉得好像 越上这个老大哥哈 在自己的身后 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判断了 在场上 嗯 那个位置确实 经常会见到 由于第一个人如果刚上去的话 第二个人跟上会卡下去 是 而对于凌晨来说的话 确实是一名有极限性的选手 那可能在场上的话 真的是得大胆的去跑 少一点步 但我再想一点啊 嗯 首先西湖啊 RDG确实不算他们王组 所以心里没地儿 嗯 那会不会说凌晨刚才有机会上去 也不敢上去 因为前面是先寻啊 就感觉还是 一搅起来还有事呢 嗯 对 就稳着来跑吧 觉得自己如果能够跟一个十分的话 就不亏了 因为毕竟前面有两个人 我觉得这种时候 你不能想着去争第一二十分 是 所以他的选择是正确的 是的 但是越上呢 他应该能够判断到 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跟一个十分 嗯 所以越上得快 然后DG确实再放慢 这样的话 其实也必有一让 是 其实是一样的 两个人的分数 如果都能跟到十分的话 那只能说前面失误了 后面你再极限 你不好追的 对 西湖这张图 就像我们赛前说的 尽量求稳 两分以内 就不亏 对 不过 对于后续凌晨的表现来说的话 其实九分 对于今天的这样一个对决 肯定是不够的 嗯 肯定还是得一群球突破 啊 看逆行今天状态是真有点猛 嗯 逆行要这么跑 千询给他打二号位 这辟邪真好像没有队伍能顶得住啊 是的 嗯 毕竟千询的对抗确实 可见一半 再来看一下急速航天城 这张图二级的王主 不管是丁川岳岳上 这张图都发挥非常稳定 而且这张图的极限性来讲 岳上03 一心05 其他两个选手都是04 极限性都是有所差异的 这一次起步是 哎 你顶住了 根本弹不出来 这刚才看上去是车身好像就僵住了一样 是的 但是岳上也把逆行给卡到了墙上 是 现在逆行跟临程都是落后的比较远 而逆行的落后距离还在增大 嗯 看一看岳上的细节 这张图毕竟是自己的张绝对王图 断空过来之后弹射 哎 这个弹气太极限了吧 好吓人 好突然能够过来 而且也拉 硬弹 好吓人 拉近了千询之间的距离了 但是现在逆行有点尴尬 一个人在两秒开外 是啊 能跟就还好 这张可同样的 对于WGM来说也是 两分或者说打平肯定就不赔 是的 但我觉得岳上有机会超啊 对 这细节太爆炸了 哇 直接迅速的拉近了 交易修 是这个点稳住 压住车 岳上还想去对抗 哎呦呦 这对抗 直接把千询给顶到了墙上 岳上时间来反超 并且这把完成时间也不错 抢到了11分 但是后面 凌晨逆行同分 对追了1分 可以的 可以的 现在的话是只有一分的分弹 对啊 而对于岳上来说 确实他很小机会 太狠了 太狠了 就这个我就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岳上可能在2V当中 他欠缺的一点 但他在王图当中 确实能展现出来 就是给对手 一击必杀的感觉 而且确实能够感觉到 他在王图上的一些理解和操作 完了 但是我觉得有点危险 怎么说 因为昨天就是当时是 被卡一下之后 爆发了 爆发了 觉醒时刻 但我觉得2V爆发 跟solo爆发 还是不一样的 那2V的话 千询其实是他 反而是需要收一点 冷静一点 你solo的时候真惹到他 那他可能未必会赢 但是他一定会让你跑得不爽 他的对抗每一个弯告 只要能够到你的话 都会撞一撞的 是 这把灵程后面也是有自己的失误 然后跟逆星是同分了 逆星后面也有失误 差点跳三 跳三秒 这航天程 我感觉2V想一起solo 我得不得搬啊 怎么说 我觉得这张图得考虑一下 得考虑 或者直接在第一轮打掉不就完事了 确实 你最好的整个方法就是直接把它打掉 这边直接碰了一下灵程 是 这个点月上稍微放慢了一下下 反而把逆星这个点挡得比较难受 逆星这边是落地的断空没得有断开 所以速度稍微慢了一点点 嗯 但影响也不算大 灵程这个弯道本身入弯 结束之前 就已经慢了 对 感觉确实临程暴露出来的问题会更大一些 特罗伊完成 嗯 这张图 大家打的 西湖一样啊 有这样的一个成绩 对 但是这张图是RTC打的不多 我觉得他们成绩相较于西湖来说 肯定是还有更大的进步空间的 西湖是打的次数不少的情况下还是没能跑快 是啊 这张图是打的少 所以还是比较未知 就比如道具赛当中 一场零胜 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对 看一下起步 千询起步被顶 被逆星顶了一下 但是千询 这个点还是顺利杀了出来 是 而且越上的话也是紧跟其后 目前凌晨是独自一人路后一秒开外 两秒开外 两秒开外 好 哇 越上的这个断空 但是下来直接逞强了 不能点复位啊 复位了这个凌序氮气就没了 是要冲动了呀 和强贴贴 这个确实有点难受 哦 又有这一段了 别说了 得重开氮气了 是 但是一下速度就慢下来了 还能接受 真的吗 可以接受 就是说刚才这个拨调整 他氮气没有在前面一个弯道段 感觉还好 但是现在WDGM双0跑啊 照这个趋势跑下去的话 直接一个满分出现啊 是 感觉 进入第二圈 后面两个两秒开外 似乎又是在互相卡位 对啊 而且队友之间 你会发现越上一下的 凌晨反而更慌了 凌晨是现在是不敢反朝越上 然后自己还得再去控节奏 容易再出现失误的呀这样 等前面WDGM两个人配分很好 反空都没断好 两个人再次碰墙 哦呦 这一招特率环成一招三星赛道不至于啊 这回真接受不了了 是 月上还在蹭 要大分吗 这一局感觉有点危险啊 一局花 六分吗 这个要落后 哎 不过现在尼西也是 1.1 1.2 千拳 直接冲就好了 看一下这个完成时间 1分30.91 非常快的成绩 尼西还是跟了一个9分的 2.98和4.05 6分一把 啊 一把6分 你单说这个分数吧 也不能说特别多 但我觉得这一把 RDG对内有点狗心态 嗯 就是这个不是谁的错 而是说 这张图的属性 刚好他们都在那儿 对 对 因为他急需淡气延续 断空飘的路线 落地点 如果但凡你在某一个点 出现失误的话 就没办法 脸红了吧 这真的挺难受的 这赛场之上 这种情况就是 你不能说自己哪里做错了 你也不能说 队友为什么要在那儿 真的 就是一切都刚刚好 然后自己又很道理 而且又是一张三星图 对 确实是被WDGM给选到了 还有另外一点就是 你在对战到WDGM的时候 我相信他们也会在前一天 去准备这张赛道 嗯 这是他们在常规赛后边打的 又包括在昨天 也是选择了王图的一张赛道 所以这张图一定是有所准备的 二V长选的一张图 对 然后准备完了以后 打成这样 一局六分 那现在有七分吗 七分 前三张图 其实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只要湖被这张图 所影响心态 都还好 对 主要是两局了 开局的时候 WDGM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嗯 主要一局西湖 还有一局透露伊嘛 西湖其实多少也有那么一点 只不过说可能 越上没有感受到 有点难受 反而都是凌晨承担了一切 而对于RDG这支队伍而言的话 能够感觉到他们可能在队内当中 就那种一二号队的区分是比较明显的 明显的 对 因为凌晨是后电上来的 这个没办法 他确实是从22年春季赛来到联赛的时候 可以说不止没有明显 在赛场的发挥也非常的平 是 对 甚至我们说 这个就是来联赛去历练的 来学习技术来交学费的 当时经验宝宝 凌晨的凌晨和舅梦嘛 嗯 对 其实这也会影响他在场上的一些信心 有的时候可能能够跑出来 但是我心里想 我是不是应该让让我的一号位啊 对 因为私下实力来讲 岳上肯定是相较于临头来说 一时一有 一时一有 就可能大家也会有一种感受啊 就是尤其是比较喜欢竞速的一些赛者手 如果你有师傅的话 你的实力跟上你的师傅 你跟你师傅一起打二维 那你怎么办呢 对 那两圈同同样的位置啊 车速也太快了 确实 那个路线不太好控 嗯 角色江西 先稳一手 可以 这张图是RD系绝对的王图 相对来说的话 凌晨的极限成绩也更加的优秀 是的 说明还是足够冷静的 因为气氛真的不算多 每到两位数就行 嗯 那起步 还不见不是起步太快了 逆行到外 前行走内 但是越上这张图 哎呦 这边 图线理解很好 对 我们要按到飘 越上 内线反超 就是极限了呀 从路线上反超 这个真的确实 是 王图确实是王图啊 但是现在逆行和凌晨两个人的距离很接近啊 嗯 而且凌晨落后的还要更远一些 而对于越上来说的话 就稳着来跑就好 因为其实千寻虽然说进攻又很强 不过够不到 哎 逆行也跟到了一秒内 嗯 这边路线弹射 这要是碰不着的话 还能给上压力 那就没办法了呀 哎呦 月上失误了 为什么 暗气 这个点 暗气延续 暗气延续 而且你系上来了啊 而且你系上来了啊 是 凌晨又2.4了 这局角色江西似乎没能够帮助RTG拿分啊 对 但月上这两回戏也真的好 这弹射又没弹出来 哎 后面凌晨又复位了 嗯 前面抄了 后面落后一秒 其实是一回事 嗯 嗯 太难受了 最后的一个路段 这把月上这个11分肯定是能到手的 一次又比过来 跑足 对于RTG来说 月上这张图确实一如既往的稳 但是这一局临程确实表现不强 又拉了2分 嗯 9分 得上难度了呀 嗯 9分 3张图 必须得 先搬6分 嗯 最近一个加赛才有的玩 但是其实从今天凌晨整个完成状态来说 其实这个时候上的难度不是一件特别妙的事情 龙金湖吧 尝试一下 打打机甲 搬了 啊 龙金湖搬了 好搬 WPDGM这边搬掉的 龙金湖和赤城龙夜和龙金湖 对 这首赤城卡得真死 不然觉得像下一局的赤城龙夜 嗯 感觉今天WPDGM这边两首半途确实有水平了 因为把现在的这种局势RDC选途的这样一个局势其实是非常受限制的 这个时候其实还有一个奇招 嗯 S月影 机场 一路向前 对 就月影如果你真的能够跑到像米米那样的水平 你跑一个丁吧 我觉得追回个两分到三分是有可能的 嗯 而且其实相对来说 这辆车对于这两者队伍而言 其实我们留下的印象并没有特别的深刻 是的 来到B街反而没有A街打那么多 对 A街的话月影也算一个核心的思路点 嗯 关键的拿分点啊 你有一张绝对的王图月影就是能够拿分 嗯 而且现在确实是这辆车新开发跑法的一个阶段 嗯 这个就要看两支队伍对于这辆车的一个准备情况了 其实还真没队伍在零号试验场来尝试一下月影 是 呃有尝试过 但是当时 A街的话没有 A街有啊 就是米米的凝星那场 嗯 先是 但是是赛事战术相当于是被置换了 对啊 月影在 零号试验场的起步 确实是要比苏母关要更快 凌晨今天得分确实很难得到保证啊 主要是后半段当中的这个失误啊 确实有点难受 嗯 来看一下上局的回放 侧身过来之后甩不出来了 对直接上墙 这边林车拖飘 好 其实他是想去卡位的 但是那个路线卡不到啊 月上淡气没了 哦呦 这里直接复位 昨天 这次方向剑点点三一下吧 跟那个孟灰鼓鼠阿诺的事物是一样的 没飘起来 哦 孟灰鼓鼠 哎呦 真来了 嗯 而这一局 林车达到了月影啊 有说法呀 林车留了一张孙悟空 而且这张图的话又是月上的个人网图 是 对于这张图的话 看来还是有针对性的局面 但是这张图月影感觉打不过孙悟空啊 不一定 得看你的个人操作 还有孙悟空给不给 呃 月影起步能杀出去 嗯 看一下吧 前面 这个点直接表意杀上去了 前选这边的话也是小蹭一下哈 嗯 但是要被追的 这落地被卡了一下就直接歪了 嗯 而且好像停了一样 对 那这张图是月上王鼓 逆心是刚打完季时赛啊 这张图相当熟练 对的 对的 到这一个点开车 前选 在前面 逆心蹭抢了 但是挡到了 让千寻过去了 凌晨逼了一个应先的暂时来到第一 不过感觉凌晨这个顶线距离够向的顶得住啊 谁来谁来 千寻 千寻来 逆心应该是直线刹车了 看一下后半段 这都要甩吗 这都要甩吗 这都要甩了 这都要甩了 最后这边抢着连线 转内线 侧身过来再开翼 ECO一秒 看一下现在WGM两名选手的速度都是香蕉云标更快一点 越上也来了 都挤在一块 但是最后还是令星 令星冲了出来 第十赛刚练过就是不一样 WGM双递跑 拿下这一局梦会分数 10分了 嗯 还剩两张图 至少要先追7分 难了 苏格兰场空吧 嗯 工地 必须上这样的土浪 被工地了 这原本这一局要是能够追回一些分数的话 其实可以依靠这首孙悟空再打一个金华东梦也行 新华东梦地图理解来说 我觉得还得是WGM 嗯 但是有一样孙悟空的优势嘛 而且旭月未来还用 就只能再拿出一样月影 双月影 对 这要考虑难图了 单凭一辆孙悟空的话 我觉得很难再打出效果 是的 除非真的就是堵对手一手没练过 但是不太可能 因为A节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 就是他们练习月影的时间太短了 对 一人一张网图吗 对 但是B节不存在 一周多的一个时间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的话 能够更好地去熟悉 而RDG刚刚选出这张图的话 确实能够看出是有所准备的 但是从最后的完成效果来说 并没有达到他们设想的那种效果 是的 但是其实从这张图的表现来看 凌晨确实有稳住 因为其实到最后的一个充现阶段 四个人都是挤错一团的 但这个时候凌晨也是牢牢地捍卫住了自己的一个位置 最后也是跟了一个十分 我真的先暂时把月影放一放 去打一些困难赛道 关键是打亚克反亚这样的图 逆星又能够出手 对吧 虽然昨天前期起步并不顺利 反亚WGM现在也算团队王赌了 是啊 先去吃点率更高 要知道六七局 逆星是绝对有能力 也很习惯去来接关比赛 是的 哇 千寻今天这分 10 10 11 10 和昨天 判若两人 一点不丢啊 这分 看来这个嘉莲太有效果了 那昨天相当于四个选手都稳不住 今天的话 呃 逆星的话上限很高 但是也有一些没稳住的局 而千寻是一直能稳住 对比之下的话 肯定是WGM这边状态更加的火热啊 天空之城 千寻选择了流车 这双哈雷特的RGG 我觉得可能起步 未必都顺利吧 当然哈雷特 肯定会有一辆有点难受的 对 对RGG来说肯定是想要 让逆星这辆哈雷特要难受一点 看起步 逆星 这辆哈雷特确实有一点难受 但千寻 你直接标译 是加入战争 对面对哈雷特是一点不需要 留都不留一下吗 反而想要拿第一这样哈雷特 比较又小刻一下 后平也上强 这一局前20秒 这辆时续时辙 占据了主场现在 先顶一新 然后又把越上顶开 现在只有丁程 先顶后坛 这个一开完之后 就是千寻来说 他已经完全没有压力了 我只要跟住 我还有个冲刺翼 对前面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至少保证 W线不会落入到 RDD 纯双顶跑 那样的被刺 知道 空一下车 现在越上顶跑 问题不大 而且逆星这个点 是有机会超的呀 暂时过不到了 没机会没关系 还能跟10分 嗯 10分还是没问题 是 前选也反超了临程 是的 过来1.1秒呢 应该还是在跳秒的边缘 1.071.15 追了1分 是 还剩一张图了 最后一张图 你难啊 还差9分吧 只能一张图9分 追6分呀 老街都选不了 这老街直接给你摁住 一辆哈利特在这放着 嗯 我觉得就得是空港了 得是空港 苏格兰场 我觉得千旬都要直接上机甲的 苏格兰场 即使红车的话 千旬充限率 也不亚于越上了 应该是两个人都差不多 主要是现在WDGM这边 手握着6分的巨大优势 他哪怕就是说 不跟你就是抢起枪车 仍然能够跟一手 对 这不亏 可以看成是6分 这样的话 能够让自己压力更大一点 你想想9分的优势 容易放松 这千旬 起步一让 时序存在感是真强 对 连干三辆哈利特 就急你就完成了 脚局 哈利特后面开超义 有小喷的那个点 千旬还是处于劣势的 又被林成优势卡位先领后弹了 不过我感觉林成他在对抗完之后的一些控车上调整没有那么的好 所以容易把自己通过对抗换来的那点优势给送回去 嗯 常规奇尚图的最后一张 现在WD圈落后9分 要搬6分才能够进入加赛 是的 约上今天除了那把特意 特意环球 其他已经是完美发挥了 嗯 六局三重啊 看一下回放 哇逆星感觉平跑一段 有点迷路了 嗯 迷失了 临上这个点被逆星顶了一下 嗯 空港 看一下吧这张图能不能够 为RDG放回来6分 或者说有没有奇迹 是的 这张图 七星6分 得说是有机会 但是 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 嗯 先看起步 不容有失 而且还是混战 先来看起步 那起步 嗯 逆星跟月上走一边 逆星不标意 哎 月上没过去 六一了呀 月上都没过去啊 逆星没逆星 没逆星还跟了个第二 空速直接一了 完了 这真完了 朝春路线 现在WDCM双0跑 是 凌晨又是落后 两点几秒 那前几个逆星现在是 只差零点几 这回看一下逆星的跟车吧 这张图跟车可真不好跟啊 不过逆星刚才应该是刻意的 特别放慢节奏 把自己的距离 拉开到一个安全距离 是 只要自己的节奏就黑 然后前面千玺失误了 这边逆星呢 顺势看能不能补位 不补 对 千玺的节奏还是能调整过来 那逆星再跟 月上上来没有关系 因为凌晨现在要在后面 他有秒多 这个距离 月上先过逆星 才有机会去寻找千玺 而且逆星 逆星有点挡着他 逆星手里面还是多一个亿的 嗯 甩尾 最后 WGM双零跑中线 拿下本轮2v2 个人竞速赛 又是7局比赛结束 而且最后在极度坑岛 WGM仍然拿了一个21分的满分 你知道今天的千玺分数有点顶啊 确实 千玺应该是71分 我感觉千玺确实是一位 很适合赛场这样的高压的一个选手 对 哪怕你说他昨天只休息2小时 但是今天表现非常不俗 真是为赛场而省 而且像逆星 你得说真正需要他站出来的时候 真扛得住 哇 他今天的最低分是9分 就是那一局时序时辙 天空之城 而且是1.07秒 哇 真顶啊 真的顶 这千金顶不只顶别人 也顶住了自己的队伍 是的 恭喜WGM 7局比赛 写助战斗 拿下 以后下局代表 拿下本轮2v2 个人竞速赛的胜利 从表现上来说的话 也能够感觉出来 WGM这个2v组合搭档起来 还比较得心应手 嗯 这个组合确实打得好啊 而且季后赛确实 昨天我们也说了嘛 嗯 算是2v实力比较强劲的 对 对 卫武之一啊 而且七级比赛 两张图输分 一张航天城 一张天空之城 都是只输掉一分 是的 全城领先 七十一分 哇 千寻两冲 逆心两冲 而且逆心是 六十九 两个人加起来 一百四 我就想问这样的2v怎么输啊 真输不了 多跳几次弧也许 越上这个点 眼看着一次又表出去的 这转向转得有点太狠了吧 MVP给到了千寻 十点一分 稳字当头 是的 确实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向我们很好的展现了 他的这样一个稳定的能力 是的 在4公里千寻成为本轮进入赛的MVP 做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